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征到9号运载火箭担负登月和探索火星的任务 不应低估中国工程师的独立性 YF-460型500吨基硬仰没有发动机模型 中国和俄罗斯的航天合作 虽然现在正向更深层次推进 但是在核心技术上 俄罗斯对中国是有所保留的 比如中国曾请求采购RD-180发动机 但是俄罗斯却总是找到借口推诿 导致至今中国不能得到这款大推力火箭发动机 但是对于不断制裁俄罗斯的美国 俄罗斯却欲罢不能不断继续与美国签署出售RD-180发动机的协议 而且就在7月底 还再次与美国签署了6台RD-180发动机的新合同 俄罗斯只向美国出售的RD-180火箭发动机 最核心的尖端技术是买不来的 这是中国军共的座右铭 所以中国也没有指望获得RD-180发动机 就能提高中国的大火箭研发能力 因此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研发新一代重型火箭的大推力发动机 YF-460型500吨级液氧没有火箭发动机 由于推力500吨级的大型液氧没有发动机 在中国属于空白 再加上向中国同类国产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4倍 因此所使用的高新技术很多 所以尽管YF-460可以在2018年底问世 但如果直接应用在最新的长征9号上 中国还是有些担心 长征9将成世界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而俄罗斯却拥有雄厚的火箭发动机技术和使用经验 从自己使用的RD-170火箭发动机 到出口美国的RD-180火箭发动机 俄罗斯的设计和使用技术均十分可靠 而YF-460型500吨级液氧没有火箭发动机 是应用于对中国外说至关重要的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的 该火箭运载能力将超过100吨 中国打算将其用于载人登月和无人驾驶飞往火星取样的任务 如此重要的太空探索任务 又完全是新型火箭 再加上对长征5号所遭遇问题的担忧 使得中国不得不考虑稳妥路线 向俄罗斯取经长征9也会派生出许多改进型号分析认为 近期中俄已经签署多项太空技术合作文件 包括进行太空战合作和联合进行深空探测 这都为两国进行太空技术合作铺 凭了道路 可以相信中国将会很快获得RD-180发动机的成品 而此刻中国向俄提出由俄罗斯专家帮助对YF-460型火箭发动机进行技术鉴定 充分显示了中国对俄罗斯的信任 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降低YF-460型发动机的技术风险 力量确保长征9号如期完成 就像中国要在2018年实现35次航天发射 跃居世界第一一样 长征9号将带给中国新的辉煌 均凭陈光文撰于2018年8月2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